大家好 我是琪琪 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 今天呢 琪琪要化身造型师 来做造型了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 登登 这个是冰雪奇缘啦 其实之前呢我们有做过 冰雪奇缘主题的 水雾魔珠 还有乐高拼成的 冰雪奇缘的城堡 喜欢冰雪奇缘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视频哦 登登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人公就是 冰雪奇缘中的 艾莎女王啦 我们一起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里面都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好啦 这里就是我们 所有的东西啦 还有我们的艾莎女王 是不是看上去很美呢 好啦我们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首先是一个梳子 用来给艾莎女王梳头的 咦小梳子 还有呢是蓝色的和粉色的发带 很可爱吧 还有一个 Bling bling bling的闪闪亮亮的发夹 哇带上去一定会非常的可爱 非常好看 还有呢就是头绳啦 三个蓝色的头绳 还有两个鸭嘴夹 还有呢就是三个这样的也是发夹 嗯发夹 带在头上也非常可爱 当然女王最不能少的就是 它的王冠 哇带上去还有女王版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 一共做三个发型好了 前两个呢会是比较简单的 第三个我想给艾莎女王做一个 在电影中同款的发型哦 嗯 好了那我们先来试一下第一个吧 第一个我们来试一下 可爱的公主造型怎么样 我们先把她的头发散开 艾莎女王我要给你做发型咯 诶 她的头发现在是一个麻花辫 我们先来给她的头发散开 哇 好漂亮的金色的长头发 先来给艾莎女王梳一下吧 先梳得柔顺一点 诶 接下来我们给她梳一个散着头发的 但是要在这里扎一股麻花辫哦 我们来试一下吧 好 我觉得呢 扎到这个长度应该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麻花辫转过来 转到头发的另一边 诶 然后呢 再用这个闪闪的发掐给她夹住吧 怎么样我来看一下 好我们把其他的几个发掐带上去 第一个公主峰的造型就做好了 我觉得还可以吧 这边呢你看我放了一个 Bling bling的蓝色发掐 然后在头发的这一边和这一边 还放了两个发掐 上面是一个可爱的麻花辫 看上去还是非常可爱的吧 嗯 好接下来我们再试一下第二个造型吧 第二个造型 嗯 我们来试一下林家小姐姐风格怎么样 好 我们整个头发都要往这一边来 好 侧马尾 在下面呢 我们再给她来扎一下 诶 好 然后呢 在上面我们用这个蓝色的发带 把这个头绳盖住 好了 现在呢 马尾已经扎好了 看上去非常的粉嫩哦 但是我们是爱莎女王对不对 我们再把王冠戴上 诶 就算是林家小姐姐也不一样哦 嗯 我觉得第二个造型也挺可爱的 好了 前两个造型其实都比较简单 第三个就非常有难度了 因为第三个我们要做电影中爱莎女王在登机的时候同款的发型哦 那我们现在要给爱莎先分两股头发 那我先把左边的这一处把它扎起来 好了 我们先要在这里给它扎一个马尾 现在呢我们侧面的这个马尾已经扎好了 接下来我要用这个发带把它穿进去 发带呢因为比较短 所以我用紫色用粉色的和蓝色的把它们都穿在了一起 我要穿到这个头绳里面 哦 穿进去了 穿进去了 好 接下来我要用这个发带把它的头发缠一缠 好 然后呢 其余的部分拧一下 后面的布格我们已经做好了 前面呢我们要来给爱莎把她的头发 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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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好了 开始吧 我们卷一下 诶 一点一点的卷 卷 每一撮都卷起来 好 卷到后面呢 我们就要把刚才的这个头发和后面的盘发缠在一起咯 诶 好 缠在一起咯 接下来呢还是用发卡把它夹住 好 下面呢我再把它的黄罐戴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诶 后面的头发因为有一点点多了 所以没有办法固定住 不过我觉得发型整体上还是比较像爱莎女王的发型呢 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侧面吧 侧面 是这样的卷发加上盘发 嗯 怎么样呢 好啦 我们今天的三个发型都做完咯 一个是可爱的公主封 一个是林家小姐姐封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电影中的同款 爱莎女王的主题发型 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第二个吧 因为第二个看上去很亲切很可爱 好啦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造型呢 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们哦 今天呢我们照例会在评论中 抽取一位小朋友送出今天的玩具 只要订阅小柴玩具屋 并且给我们留言就有机会获奖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